约70岁的高揮发 汽车行进部落自行抢收的便道 下方是十米深的河床 如此冒險进入山上 为了是将自己辛苦终植的农作物送下山 渡转台风造成禁氧逼断 农入地基严重掏空 为了山区农作物跟圣祭着想 工部門未进行抢修 族人们只好自己掀开一条便道 下大雨 台湾过往还是下大雨 我们一面挖 我也要去抢看我们的农作物 还有一些鸡 香菇都有 那还有我们的公寮 我们期待的就是说 香菇手赶快外手派过来 帮我们挖一下 让我们十轮车可以进去 把我们的农作物运出去 然后巴士一点点 为了我们的养家生活嘛 京阳村长表示 这条京阳逼断农路 也通往南澳古道 路断了不只是以生计受到影响 也阻断生态旅游观光 这一条农路断了 那我们相对的我们部落的观光 还有我们农民 最主要是我们农民的采收 他们的香菇跟圣江 就断路了没有办法 族人不满公墓门相关单位 为何迟迟不抢修 然后相公所回应 苏底溜台风过后 大陆修上计划 已经承报给宜兰县政府 这部分在10月1号 工程会那边已经核定了 工程经费大概是635万 那这部分我们县政府的农业处 会尽快办理发包 发包作为大概需要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假设 现在正在研议 看如何做一个临时的回田 然后有一个比较安全性的 一个通道让居民进出 宜兰县政府工程处长表示 修上经费已经到位 进行工程失作道路 恐将进行封闭 如果将族人影响层面降低 以不影响族人权益方式 进行道路修上工程 记者比例物流 宜兰南澳采访报道